乔乔三人行 今天介绍两位初相见 多多关照 小柯老师 小柯老师今天是带着美女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谈美女了 美女在演播时期的话 说正事 我跟你说说正事 就是你整天在家里干什么 我觉得昨天 我跟一个记者在聊天 他是说 他说我听说你 你是对社会问题 你们平常聊的很多公共话题 说你私人生活里 其实并不感兴趣 他说是不是这样 我说是这样 他说那你为什么又能说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的人 就是说我脑子里开关 你要说什么 我啪啪一下 在这段工作时间之内 我就能变成一个对他超有兴趣的人 然后工作完了 我啪啪一下 可能脑子就空了 后来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拿你真正 你每天在屋里 你感兴趣的东西 给大家说 我说因为我每天有很多爱好 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事 太多了 太多了 每天都会变换 而且我认为大多数 都是一些少数人感兴趣的 可能大多数人不能够感兴趣 对吧 他说那我不信 但你比如说你昨天看什么 后来我就一想 我说那咱就可以冒冒险 我就就比如说 我昨天晚上看什么了 我昨天晚上看什么 看了半个小时 我可以试试 大家能不能一样喜欢 是什么呢 清通气 我必须声明 我一点都不懂 我一点都不懂 我看 完全就跟我看一个美女的照片 没成两样 你比如说咱们一般说 这个清通气 咱印象中都是 后母物 私母物顶 后母物顶 还有名文 都有那种商周 好像就很牛重气 但是你会看到 在更早期 就是中国学者认为有这个夏朝 就河南 掩尸 二里头 这个地方 出来的一些东西 被认为是夏朝 就所谓夏商周 夏朝 就最早的这个清通气的一个绝 我一看 跟我司空见惯的那种清通气 它有一种别样的这个美 那个线条 前一段是听你们节目说 还是听哪个节目 听我们节目说 那个清通气有一个 它之所以变成 现在就咱们那种 清的颜色 是因为有空气的那个 是是是 然后它一个什么地方出来 它没有跟空气过多接触 是什么颜色 金 是金 就金色的 金色 因为要清铜 就当年刚出来的时候 它可是金光闪闪的 新的 它不是什么绿斑铜绣的 所以我就说 我就像看女人一样看她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看看 这个照片 你就瞧 这小姐的这个腿 的确是美 她的腰 是吧 当然我不懂 人家有专门的该怎么看她 但是我就说 这就像看一个美女一样 在看她 她是这么一个线条 所以你看 这个本来是给人感觉 是这个很微重的那种 那种大清通气的 那个顶什么的 但是呢 你看还有一种清通气 让我觉得像美人一样 是吧 有这样一种 一种审美 因此我就说 我就这个瞎联系 我们还可以看看 这个真的女性的这个照片 咱今天可以讲讲女性审美 山回水砖 这也是一种女性 这是这两天 出来的一个照片 英国的这个首相 给昂山素姬 打伞 他们说这照片照的挺美 但是你注意没有 英国报纸 很尖刻的 说我们这首相 打了一把破伞 对 这充分说明 英国的危机 经济危机 如果不到了相当程度 他不会拿这么一把破伞 阿山素姬 也是一种美 对吧 你再看下边 咱们再看一种女性 这又是一种女性 这种女性 我觉得 她不是让你审她的腰和腿之美 她是该怎么审美 我一时也想不到 这是法国总统奥朗德 前后两任女友 只能说 你 小柯你能看出来 哪个是前面的 哪个是现在的吗 这左边这肯定是前面的 右边这 你是看那岁数是吗 咱还能出从什么看 看气场 这我觉得一看也是 你看那照片 那个前妻是往下看的 而且我其实看过那个前妻 她是一个很不得了的 很有名的一个政客 在法国 当年她竞选 成功带领那个党成功 是我看过那时候的图片 这个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 就是她是很昂扬的 现在你看那右边 那个是现任的 对吧 现任的 现任的女人 她是往上的 那个光也不一样 脸上 因为中国人最讲这个像 就像由新生 对 你看那个 这前妻这场 就脸整个是暗的 就感觉她生命 就是 对 反正在这点上 就在男人这点上 她是输了吗 没有 人家现在赢了 前妻 前妻参加这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这个选举 政治肯定赢了 政治 情场 情场输了 我觉得这个奥朗德 因为她这个前妻 当年是奥朗德的政治伙伴 两个人就是一个党的 所以现在她参加选举 奥朗德当然就声言 我支持我这个前妻当选 可是她这个现任女友 她的现任女友 公开的就说 我支持她的敌手 就她的对手 我不支持她这个前妻 你知道吗 这肯定的 这是在感情上的对立面 就是一切的对立面 没听说过俩女的 然后是情敌 最后在生意上还合作 在事业上 没有 中国有这事 只有 不是七切成群吗 几个那大潘金莲 和那几个吴月娘 什么 那几个李平 这都是和合同相处 中国这方面 没错 为什么爱看甄嬛传 你们怎么看 后宫 咱们和中东 你要去土耳其看 那后宫也是 其实也是 面和心不和 也不可能是什么都和 那不是有一段 就说这事 说那个 是谁说的 说你要想一宿不舒服 一宿不舒服 就是多吃饭 你能吃一斤 你能吃半斤 吃一斤 撑一宿不舒服 要想一个月不舒服 穿小鞋 你四二脚 穿一四一鞋 一个月撑大不舒服 要想一辈子不舒服 找俩媳妇 这就是 这真是过来人的话 这就是 对 不是过来人 听着像过来人 我这听 我以为他说 要想一宿不舒服 就搞夜行 上下说夜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份暖江 已尽更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咱就说正经的 这个第一女友 她真的是 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女人 你说 法国这事 我要不说 我就特别爱说 法国是我第二祖国 虽然人家不待见我 但是 我就觉得 人家怎么那么样的 就是明白 就是这样吧 就是说 你在其他国家 我认为都不好 在美国 你都没法想象 说这总统 女友 这什么身份 你看现任的美国 这两个竞选人 比如说在道德 或者男女方面 他就 奥巴马和那个叫什么 咱们翻成那个 不是 目前的这个 Romney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翻 他就是说 因为奥巴马 是真的是没有任何 风流什么绯闻的 他是真的是 特别爱他的太太 否则的话 他就甭想当选 尤其是一个黑人 就非洲裔 你这个上帝 一点错都不能出的 你看克林顿那种 是要出道巴马 是那完了 彻底身败名裂 早就不行了 你知道 然后这个Romney 他这个叫 罗姆尼 但是他那个叫 叫什么呀 罗姆尼 他实际上是 许可有很多太太的 但是这一点 他在美国的政治上 就打起架来了 因为人家 按人家他的宗教来说 他其实应该可以 有很多女友也好 还是太太也好 都可以 但是美国的主流的价值观 又不像法国一样 就是很硬邦邦的那种 清教徒以后的 这必须一夫一妻 你还得一直忠实 这个太太 这一下子就成了 美国的这种 就是说脱口秀的 一个好材料了 就老在那打取 这个罗姆尼 你知道吗 他就给他 比如说做一个嘴型 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脱口秀 这都只能是半夜 就是那种叫 专门说喜剧的 成人不宜 儿童不宜的 或者叫Bill Maher 特别棒 你一定会喜欢的 他比如说 他就放一个片花 就说这个Romney 他在那竞选 说我就是 这个家里边 一定 就是我 我忘了他原话怎么说 反正最后那一句 就是说 and a woman 或者and a wife 然后他就把这个 这句话重复放 你知道吗 and a wife and a wife 或者 woman and a woman 就是你看 他有多少个 wife 这就变成一个 拿他敲的他的意思了 就说你看 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宗教 他其实 这个脱口秀的节目 肯定他是更偏奥巴马的 是为了取笑 他就拿什么取笑 拿男女的事 这法国 你要拿这种事来说 肯定是 人家觉得你什么呀 法国 法国这个民族 他就浪漫 我媳妇去法国 法国人不跟你说英文 这点我可是要 我可是要捍卫美国一笑 我因为 刚去美国的时候 当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恰好 那学生时代 正好我有个法国男朋友 夏天 那时候我还是学了法文的 因为我的外语 那时候要求学法文 我去了一下天的法国 结果我的法文 反而退步了 没进步 因为我们跟着男朋友 到处转 他们的英文 都比我的法文好 我还想练点法文 但是他们这个文化的骄傲 就说你到我这来 你就得说法文 而且你得说好的法文 就我这样吧 到我的法文 你想 我不敢说 一说了以后 人家的表情 我就现在已经 自己都自杀好几回了 所以最后我就干脆 我就 那你们不都英文好 我就跟你们说英文 结果这一下天回来 就没有 所以这点上 我觉得他们有点排外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 他现在法国 原来是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语种 是到现在还是外交语种 结果被英文盖过去了 而且现在学中文的 很多都要比学法文的多了 其实他们心里边是很酸的 很酸葡萄的 而且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们去法国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就要不说 现在欧洲这个金融 这个经济危机 我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种族偏见 我觉得拉丁范儿的这一派 这个很好 这是咱们生活的理想 可是到最后可能也搞不定 尤其是像有了德国 或者有了中国 尤其现在有了中国人 这么勤劳 这个你比起来 我们就感觉到法国人 有点好像不太爱 为自个老板挣钱 法国人特别的 我那个剧场 后一段是拍一个 舞剧是停了一个法国编导 我天天都会去拍脸厅看 就是拍脸厅在我剧场旁边 有一个大玻璃 可以看到里边 然后每天我在那去看 法国导演带着所有的舞蹈演员 在地上坐着 就是什么时候去路过 都是在地上坐着 干嘛呢 就是在聊天 没见过他们真的去拍 然后呢 说拍到20号 只能拍完20几号要上演 突然前两天打来一个电话 说我们演不了 为什么 没拍完 我说那明天就演出了 你没拍完 怎么办 那我们就不演了 他就是 没错 他很正常 对 他说的这 我特别有感受 你们俩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这个欧洲的 南欧的这些 意大利啊 西班牙 法国都是这个范儿的 他们你看文艺复兴 都是这一代的嘛 起来的说 他们的文化艺术 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是 非常 他们自己也很有优越感 其实确是影响全球的 可是他们工作 不行 时间观念不行 你看现在这个欧债危机 所有人都在这数落 都是德国人在干活 德国人在带领欧洲走出这个危机 但人家德国人也不犯 我们那么勤恳的干活 借债给你们 你们最后 你看希腊这劲 希腊现在就落到什么地步 人家就开始 这也是拿他们说笑话 说你们希腊人 他们就来说我们当年民主是我们发明的 这我们影响全球吧 人家说那悲剧也是你们发明的 最后对他们现在是悲剧 但是就说虽然是悲剧啊 我都觉得就是说应该救救欧洲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就让他们演吧 是吧 他们这个他保留着一方乐土 我觉得真的要是就希望他不要毁灭 而且你知道就像我们这次去巴黎住一酒店 你看我就在首先这酒店呢 我一看呢 任何一个这个逝者 这个waiter 我说怎么身材都这么好 包括是老头 你去的是哪 你说 巴黎的一个酒店 那个酒店 每个人连一个就是跑堂的 这个西装啊 都那么样的合身 合身倒都是贴着的 老头身材也好 给你端盘子 对吧 但是就有一样 你知道我跟着去的是几个中国老板 这几个中国老板啊 也没别的爱好 吃完晚饭就在那喝酒 点一瓶酒 相当于几百个欧元 甚至上万块钱人民币 一瓶一瓶这么点的就喝 可是你知道到了九点呢 还是到了九点半呢 说还有酒吗 没有酒了 下班了 因为再过半小时他们下班了 所以明明有 哪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明明有 就是说我给你钱嘛 下班了 然后你知道这么连续弄了几次 每天晚上中国老板都发牢骚 所以就后来到了第三天 对吧 他们快关门的时候 我们刚吃完饭 要进来 一看这帮中国老板了 赶快锁门 然后下班了 是怕你们这帮人到这喝 可是我真的不想 真的法国人 我就觉得他不想为他老板挣钱 而且他有一种 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幽默感 他就是搞笑你一下 你这种较真的 粗俗的 这种游客上我们这来 你看我也是 这个去年 就是这过去圣诞节 我去西班牙 也有一个很有意思 这个马德里是一个 各国游客都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馆子 这馆子告诉 他这号称是海明威最喜欢的 而且确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馆子 据说有三百年历史还是什么 然后我进以后 那个老头 那个waiter 他就真是宾宁有力 也像你穿的也很像模像样 你别看他六七十岁 就是那种尊严 我是一个适者 我给你服务 但是我跟你 可能我还比你更有文化 你算是你哪来的呀 你知道吗 然后他坐这儿来以后 他给你那个介绍 就很好像很轻 随便的说几句话 就是当年海明威 他也还坐这脚上 什么 然后在楼上也还 这可以观察所有 我差好坐在那脚上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上那种小乳猪 他的那种 就是那种范 你知道他一个乳猪上来 他用那个盘子的标来切 就几下 就是酥脆 然后他那个范 就拿一个工具 都是让你觉得很有范的 你知道 然后隔壁 那过几条街 又有一个饭馆 我就后来还拍了一张照 那个饭馆是什么呢 那饭馆那上面有一行小字 它上面是名字 下着一行小字 就是说海明威 never eat here 你知道吗 就是说海明威 从来没在我们这吃过饭 小条子 你就冲着这个来的是吧 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枪枪三原型 广告之后见 有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即使永恒的奥运夺期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 奥运夺期时刻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朋友不曾孤难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 卢州老教 测区老九 我就说像欧洲这么人性的地方 是吧 我们看到也有八卦 所以我是从这事说起来 我想请你们两位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我想了很长时间 就是说 人类为什么喜欢八卦 你们想过没有 我曾经想出过一个原因 但是被驳倒 我说啊 我说你看这个女的 她就爱这种这个婚姻恋 而且八卦当中就特指的 是这种谁跟谁结婚了 生没生孩子 咱们结没结婚 就是对这种事情 其实你不要说中国的这个八卦 全世界的人 虽然西方人礼貌上 不要说人家的婚姻 但是呢 你只要一听见 你都竖起耳朵 这个是人性里的 这是绝对的 我觉得对这个后期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 我说这个女的 为什么对这些事感兴趣啊 我说会不会是实习 就是啊 因为你比如说小动物啊 你看小动物在一起打打闹闹 他打呀是一种训练 本能他训练 因为他将来就是要真的战斗 他去攫取食物 所以你看他经常做这种打架 打闹的训练 但是我就想 女孩呢 他承担着整个这个家庭 养育 婚姻 这对他来说是很忠心的一个人生大事 所以你看 他看《非诚勿扰》也好 他看他注意所有的别人的事情也好 是不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实习 就我虽然我不能经历那么多 可是我通过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啊 我显得对这个事情掌握了很多经验 你的意思就是说八卦这是女人的专利是吧 后来有人博导我了 说男人八卦起来比女人更八卦 我告诉你 而且我刚才就 我也没仔细想过这事啊 但是咱们就说这话题 从根上我觉得这个八卦最早还真的是男人的事 男人起来 你看圣经 咱们再往前推 还可以 咱们先先展示 那圣经里边最旧约最早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呀 这个你看 现在人看着都觉得不好看 实际上那时候人肯定觉得这很要紧 很好看的一些事 都是谁生了谁 谁生了谁 谁生了谁 叫什么 Joseph Begat 谁谁谁 然后这个Begat 这个David David又Begat 谁谁谁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 圣经里我唯一记住的一件事 就是有个爹 有一天 这个好像是地球上就剩下他跟他俩女儿了 然后呢 俩女儿说 人类不能断根啊 只能跟爹生了 然后爹又不愿意啊 然后就有一天把爹灌醉了 灌醉了俩女儿跟爹就 你这是什么 你没 你说你这个 还说你这个算不算八卦 算八卦 算八卦 我看圣经 唯一记住一件事 对 圣经里八卦太多了 你不得 而且这 这么瞎说 太多了 都是谁跟谁 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八卦 就全世界 只要是人类都有八卦 有没有可能 就是 母西社会没有 你最近刚从那来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吧 就说都糊涂糊涂的 就如果说这是一个 就是女人当家做主的事 因为什么我去过那个 叫卢姑湖 摩梭 摩梭 好多年前 我第一次去 大概十五六年前 还没被开发呢 去那很不好走 你知道摩梭族的人 怎么去 约会和走婚 和是什么 就不就留一双鞋在门口 不是 它是这样的 它是 每天晚上都会有勾火晚会 就烧一堆火 大家晚会 然后所有的晚会 就是都是女孩先跳 就是女 先是村里的女孩 拉着手跳 然后男的都在边上看着 然后你会有看中的 看中的 你就去插进去 就是两个女孩 你看中了 你前后手一拉 是两个人 你是看中了前边的 还是后边的 对吧 然后呢 看中的 你去抠她的手心 这很正经的事 然后呢 如果她对你也感兴趣 她就回扣你的手心 老那哑呀 然后呢 就明白了吧 俩人都在意 好 就谁都不说话 不说话之后呢 过晚会开 然后这个 过晚会散掉之后 男孩要 骑着马远远的 跟着这个女孩回家 你不能让所有人发现 你在跟她 然后而且呢 女孩回了家 他们的这个叫做绣房 还是叫做什么楼 都是在二层 一层全都黑了灯了 这个男的 不能走门 你得从马背上站 然后爬 二层进到房间里 那马可得站稳了 以后不然是出卖主意 这里边 这里边很大学问 然后呢 这一宿嘛 烂七八糟 第二天天不亮 马还在那等着 你必须得趁 一楼的姥姥和舅舅 没醒 再从二楼出来 再走 这 马还挺委屈的 门卖 清了一晚上房 但是这样 后来我就看 我说人家 为什么小伙子 都长得挺棒的 这个 你必须得有良好的体力 优胜 你个儿的 干不了这事 马都上不了 体力不好 他够不着房 这是客总 今天最重要的贡献 八卦的定义 就是八卦 冒后 一切与 抠手心有关的事 但我就琢磨这事 你说 在那么一个时候 和你讲 有可能 这个事 八卦这个事 会不会风气好一点 你的意思 没有八卦 对 就是说 大家不觉得 这算个什么 对对对啊 他本身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 文明启事录 没有被说服 这有点道 我觉得没有被说服 但是 客总心的事 非常好